三年前爸妈的养子林远对 与大学生起了色心被我拦下 他反手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在监狱里被打断手脚 被逼着学狗叫吃猪食 而林远在外面创业当老板名利双收 整整三年爸妈 老婆女儿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监狱看过我 更没人帮我申冤 我出院那天一个人在家门口哭作了一天一夜 他们却在陪林远过生日 还骂我怎么不死在监狱里 后来林远肾衰竭住进一客全家 又求着我捐肾 爸妈说我是他们生命的污点 把圣捐出去也算废物利用 西子说这些年都是林远帮我照顾他和女儿 这是我欠他的 女儿说我要是死在监狱里就好了 他就可以一直叫林远爸爸 我绝望后选择了同意 并且拿出三份断绝关系书 签了这三份协议 我就如你们所愿 把圣捐给他全家人求之不得 可手术成功后他们却后悔了 出于那天全家都去给林远庆祝生日 我在门口哭作了一夜 他们才慢悠悠地走回来 看见我的那一刻 陈婉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 赶紧走我可不想让人知道 我有一个劳改犯老公 我低着头撒哑着嗓子说 我想看看女儿 陈婉冷漠摇头 你没资格见女儿滚出去 一旁的林远却抓住了陈婉的手 晚晚大哥蹲了三年牢 想女儿了也很正常 放心有我在 他不敢对露露做什么 其实看到林远的那一刻 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但一想到女儿露露 我就忍住了 林远说的没错 在监狱的那三年 我无比想念女儿 即便被羞辱 我也想见见女儿一面 毕竟那是我的亲骨肉 陈婉对我的态度 虽然很恶劣 但是林远一开口 她却同意了 露露你过来 陈婉把身后的女儿叫过来 女儿穿着公主裙 扎了个双马尾 虽然三年没见 可血浓于水的感觉 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露露我是爸爸 你还记得我吗 然而女儿却摇了摇头 你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是林远 听到这话 我不敢置信地 看着陈婉什么意思 这些年你是怎么教的女儿 你就算再讨厌我 也不能让女儿不认我啊 陈婉冷漠到林彦 别怪我心狠 你这辈子已经毁了 露露不行 她不能有一个老改犯爸爸 这些年都是林远 在照顾我们母女俩 她比你更适合 当露露的爸爸 陈婉说完 女儿也像是个小大人一样 冲我说原来你就是爸爸 经常提起的 那个老改犯哥哥 你真坏还想做我爸爸 我才不答应呢 林远把女儿抱起来 冲我道歉 对不起啊大哥 小孩子不懂事 童言无忌 你别放在心上 话虽是这样 可林远看我的眼神 却充满了挑衅 她就是一个 披着人皮的畜生 哪有半分歉意 我忍不住怒吼 林远你给我闭嘴 当年我为什么会蹲监狱 还不都是因为你 现在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假惺惺 三年前林远喝多了 对一个女学生起了色心 我及时赶到阻止了她 当时事情闹得很大 有好心的路人报了警 只是我没想到 做笔录时受害人 竟然说 对她动手动脚的人是我 后来我才知道 是林远威胁了她 又花了一笔钱 所以她撒了慌 但现场没有监控 即便我再怎么解释 也没有用 其实 我不是没有 洗脱嫌疑的机会 因为爸妈和老婆都知道 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 做这种事 可我打电话回家 说明真相的时候 一向爱面子的爸妈 根本不听 说我丢尽了他们的脸 最好直接死在监狱里 而陈婉也不相信 我劝我在监狱里 好好改造 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作证 但我不怪他们 毕竟林远从小品学兼优 嘴甜会哄人 不像我年年考试吊车尾 也学不会撒娇卖吃那一套 在所有人眼中 林远就是前途无量的好孩子 我就只配在社会最底层 混日子 我这种社会底层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够了林彦 你在在这里发疯 我就把你爸妈叫来 让他们好好收拾你 晨晚拿出手机威胁我 我咬着牙说好 你把他们叫来我等着 除了女儿 我最想念的就是爸妈 我是一个男人 在监狱里受的委屈 能和谁说 我也想像个小孩一样 和爸妈述说 我心里的委屈和苦闷 爸妈来得很快 十来分钟就赶了过来 看到我爸花白的头发 以及我妈脸上的皱纹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 三年过去 他们老了这么多 而我却没有尽到 为人子的责任 林彦我妈只是喊了我一句 就让我的情绪彻底爆发了 我流着泪哽咽地说到 爸妈是林彦 犯罪的是她事后 还买通受害人 误告我替她顶罪 你们当时没为我作证 我不怪你们 但现在 请你们相信我 我可以长大个女学生对质 但我的解释 却没有换来爸妈的理解 我爸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畜生阿远这么优秀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反倒是你天生坏种 不学无术 在监狱里蹲了三年 都不知悔改 早知道当初一生下来 我就应该掐死你 我爸最爱面子 他生气口不择言 可以理解我忍了 但我妈一向爱我 对我也很温柔 妈你会相信我的对吧 我像抓住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一般 语气哀求 我妈看着我素素流泪 字字如刀 林燕 这些年 你不再一直是阿远 照顾我们 静笑道的是 她蹲监狱的是你 你让妈怎么相信你 我心如刀脚如坠冰枯 好一个静笑道的是 她蹲监狱的是你可是 本该蹲监狱的 明明是她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拳 狠狠砸向林远 林燕你疯了 你敢打你弟弟 坏人我不许你打我爸爸 全家人都愤怒地 挡住我宝贝的 把林远护在身后 林远却一脸虚伪道 大哥我知道你 蹲了三年牢 心里肯定很憋屈 你火气大打我没关系 但千万别冲父母 还有嫂子露露他们发脾气 看着像是仇人一样 看我的家人 我知道 我已经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三年时间 林远有足够的时间 夺走本该属于我的家人 现在就因为我打了他一拳 我爸就仿佛 看脏东西一样 看着我破口大骂 畜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晚晚没有你这个丈夫露露 也没有你这个父亲 你更不配 做林远的大哥给我滚 我低下头 仿佛被折断了几两 我流着泪 一字一句地说 是我不配 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们 那我就如你们的意义后 你们就当我死了好了 离开本该属于我的家后 我无处可去 用仅剩的一点钱 租了个地下室住着 进过监狱的人 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 我只能去工地搬砖 但三年来 我在监狱里受过伤 是林远当时 买通了监狱里的罪犯 打坏了我一颗肾 因此就算干体力活 我也步入正常人 浑浑噩噩过了一个月 我始终没有走出爸妈老婆 和女儿带给我的心理阴影 但他们那么厌恶我 这辈子恐怕我都见不到他们了 就这样我仿佛行尸走肉一般 看着活着 其实灵魂早就已经死了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中秋节这天 我居然还有再见到他们的机会 中秋节是和家团聚的日子 我一个人蹲在门口 吃白水煮面 晨晚他们就是这时找上门的 在一旁抽烟 问了一句 你就住在这种地方 也太寒酸了 我妈偷偷抹眼泪 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 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你趁热吃 看怕他们嘴上说得在狠 其实心里一直惦记我 天凉了 我给你带了两件衣服 还有露露 露露拿出一个小鸭子玩偶 这是我最喜欢的小鸭子玩偶 晚上让她代替我陪你一起睡 晨晚冲 露露使了个眼色 露露看了她一眼 冲我弱弱地喊了一句 爸爸三年了 女儿终于肯叫我一声爸爸了 我双手颤抖地接过来 只感觉心口深深的伤痕 正在飞速愈合 我就知道你们是爱我的 我感动地流下热泪 晨晚他们对视了一眼 好像下了什么决定 晨晚到林宴 其实我们来 是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我想也没想地说 你说无论什么事 我都愿意 嗯 好那你就给林远捐个肾吧什么 让我给林远捐肾 我愣住了 不敢相信这种话 居然是从晨晚口中说出来的 晨晚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我爸却不耐烦地说 阿远突发肾衰竭尽了一口 生命危在旦夕 只有你的肾和他匹配 你赶紧吃完 跟我们去医院鸭子玩偶 掉在地上 嘴里酸甜可口的排骨 突然变得恶臭难以下咽 我控制不住地偶了出去 苦笑着说 所以你们今天来看我 还给我送衣服送饭 就是想让我捐肾就灵远 滚 你们都给我滚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笑话 我竟然以为他们是因为爱我 舍不得我一个人在外面过节 所以才来看我 原来是看上了我的肾 可他们不知道我只有一颗肾 捐给灵远就是要我的命 晨晚冷脸瞪我灵远 你别不是好歹 这些年都是灵远帮你照顾我们 要不是他 我们的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 现在只是让你捐一个肾而已 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这本来就是你欠他的 我爸指着我鼻子 骂灵远你是我们亲生的 生育之恩大于天 我们让你捐一颗肾 你必须捐 我妈也叹了口气 冷淡地说我儿子 妈说句实话 其实你现在就是个废人 把肾捐给你弟弟灵远 也没什么不好 就当废物利用了 露露也抓紧我的裤子大哭 我都已经听妈妈的话 叫你爸爸了 我还把最喜欢的小鸭子 玩偶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愿意救我爸爸 我不要你 我要爸爸 眼前这几个人 都是我血脉相连的至亲 他们跟灵远毫无关系 可他们竟然全都希望 用我的死换灵远活下来 这一刻我彻底心死了 恨不得立刻按着我去医院 我冷眼看着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晨婉比仪 看我说吧 你要多少钱 爸妈一脸厌恶手术如果成功 我们可以让你回家住 我默然摇头 我要离婚 我要和你们断绝关系 这次是我不要你们了 陈瑶立刻找来律师 洗草了协议 那迫不及待的样子 好像生怕我反悔似的 露露的抚养权 归我财产 我们一人一半 不用我的那份留给露露吧 女儿虽然不认我 但我是她的父亲 有抚养她的责任 可就是这么一点点善意 都要被陈瑶曲解 她冷言冷语地嘲讽到 也是像你这样的人渣 有了钱 不知道多少女人会遭殃 这些钱 就当是你提前给露露的抚养费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她面前 免得让人知道 她有一个强奸犯父亲 受到嘲笑 知道了我默然答应 女儿大概还不懂 什么叫断绝关系 她只知道 以后不用再见到我 所以拍手大笑 兴高采烈地在地上转圈 太好了妈妈 没有大坏蛋 来破坏我们一家的幸福生活 我们可以一直跟林远爸爸在一起了 陈婉却愣了一下 脸色有些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回答 难道她其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其实早就和林远在一起了 但无所谓 我已经不在乎 也不想解释了 这些刀子一样的话 再也不能刺伤我了 签下和陈瑶的离婚协议 签下放弃女儿抚养权的协议 我爱陈婉爱女儿露露 但他们的背叛 只是让我心痛 最后是和爸妈断绝关系的公正书 而爸妈的决绝态度 却让我彻底心碎 爸妈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然后把笔甩到我面前 赶紧签了 我们早就立好了一阻 以后不用你养老 所有财产都归阿远继承 我们就当从来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我妈甚至解脱地松了一口气 没了你 我再也不用被人戳几两股了 那真是恭喜了 我麻木地签好字按上手印 欲哭无泪 我活了三十年 一件坏事都没做过 最后却落了一个 重判亲离的下场 何其讽刺 一个个红戳盖下 我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还来不及伤心痛苦 就被老婆赶着来到了医院 老婆还特意嘱咐医生 我对麻药过敏取慎的时候 不用打了 但我们都知道她在说谎 她是怕麻药里的成分 影响肾脏功能伤到灵远 不过不重要了 灯光赤白冰冷的手术室里 粗大尖利的针头 扎进我的血管 医生的声音听着有些耳熟 你确定不打麻药 你会疼死的 没事我不疼 我心里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痛到麻木 又怎么会痛呢 而就在这时 医生打亮了我一眼 惊呼出声 是你灵艳你出狱了 恍惚间 我看到了一张刻鲁心扉的脸 李梦 那个被灵远用钱收买 诬告我强奸未遂的受害者 李梦的眼泪扑素素砸在我身上 他满眼愧疚地哽咽道 灵大哥对不起我不是人 当年明明是你救了我 我却收了灵远的钱来诬告你 这三年我没有一晚睡过好觉 我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他眼神热切又迅速黯淡 你现在一定很不想再见到我 我去换一个医生来给你做手术 我曾经深深恨过李梦 甚至不止一次地再想 如果当初没有建议勇为救他就好了 但我没办法自欺欺人 李梦有错 但伤我最深始终是我的家人 所以 没关系 就你来做吧 说往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没打麻药 我能清晰听到刀子割开皮肉的声音 还有 女人带着哭腔的惊呼 林艳 你只有一颗肾 你为什么要同意捐出去 你会死的 继续我麻木地闭上眼 死亡 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解脱而已 我的命没人在意 所以 我也不在意 手术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 李梦推门走出去的时候 晨晚几人立刻为了上去 医生 林远的患肾手术成功了吗 我儿子怎么样了 阿远什么时候能出来 爸爸 我要林远爸爸 明明手术室里躺着两兄弟 却没有一人提起林艳 几人一声声林远 击垮了李梦本就敏感的神经 他抓着晨晚崩溃质问道 林艳大哥的肾 是捐给林远那个畜生的 晨晚不满晨下脸 你凭什么骂阿远 小心我投诉你 我凭什么 李梦流泪满面 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凭我三年前 差点被他强奸 凭我收了他的钱 诬告林艳大哥替他坐牢 李梦话音落地 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晨晚浑身颤抖 你说什么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李梦羞愧地回答道 我说 当年意图强奸我的 不是林艳大哥 而是林远 那天晚上 他喝多了 把我拖进房间猥亵 是林艳大哥救了我 但我收了林远十万块钱 诬陷是林艳大哥 强奸了我 我不是人 李梦崩溃的疯狂 抽自己巴掌 而晨晚跌坐在地上 痛苦流涕 如果林远才是强奸犯 那我们 我们都做了什么 女儿露露更是哭着说 原来他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爸 林远叔叔才是坏人 晨晚和我爸妈面面相去 一瞬间 他们的脸上 充斥着惊慌 恐惧 难堪 后悔 手术很成功 我没死 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好几个人 守在床边 老公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帮你暗暗 露露软乎 朝我甜甜一笑 爸爸 你要是疼的话 我轻轻你就好了 我转头避开他的靠近 他一脸失落 眼泪汪汪的看着我 晨晚竟然也没呵斥我 就连一向偏疼露露的父母 也没骂我 而是与其讨好的对我说 阿燕 让你妈天天给你做 我用力捏了下自己 发现不是在做梦 随即反应过来 他们这是有事求我 眼前这一幕多熟悉啊 中秋节那天 他们就是用这样虚伪的关心 要走了我的一颗肾 我嘲讽的对他们笑笑 是我觉得那颗肾出问题了吗 不过就算灵远要死 也跟我没关系了 因为我只有一颗肾 不能再给他了 就算你们逼我承认 音乐也不会同意 晨晚一下红了眼睛 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老公 你误会了 手术很成功 我们只是单纯地心疼你 我不为所动 心如止水地问他 不让我捐肾 那是捐什么 眼角膜 还是心脏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晨晚捂着嘴崩溃落泪 他第一次在我面前 露出了这样小心翼翼的神情 老公 那件事我们都知道了 李医生说 你没有强奸他 你是被冤枉的晨晚气不成声 他抱着露露 几次差点说不下去 旁边爸妈互相搀扶着 老泪纵横 林燕 你这孩子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怎么不跟我们说啊 我自嘲一笑 我没说吗 三年前我说了 三年后我也说了 但没人信我 老公 对不起 我错了 虽然你失去一个肾 但我绝对不会嫌弃你 以后我们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爸爸 我好想你 我以后再也不理那个坏蛋了 晨晚母女 眼巴巴地看着我 理所当然地以为 他们道歉 说了对不起 我就应该大度地回一句 没关系 然后继续舔着脸爱他们 我林燕就这么见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需要前妻的同情 你走吧 我冷漠地被过身 很快 一道柔软温热的身体抱住我 动作小心 好像生怕碰疼了我 老公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爸 不对 现在该叫林红了 他跟着说道 是啊 林燕 你就跟我们回家把架 林红 若我提醒你一句 我跟你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那是你们的家 不是我的 我早就没家了 三年前就没有了 王霞哭得肝肠寸断 林燕 妈跟你道歉 你就别闹了 难道你想让露露 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 让我跟你 爸成为孤寡老人嘛 林远会照顾你们 我平心静气地回他 我们会跟林远断绝关系 我爸斩钉截铁 陈婉跟着道 对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以后再也不会跟他见面了喝 早干什么去了 谁稀罕他们的后悔 我冷冷回了一句 随便你们 与我无关那天之后 陈婉带着露露住进了病房里 他每天抢着照顾我 我稍有动作 他就立刻紧张地凑过来 我烦不胜烦 索性不理他 他知道我心软 就每天让露露给我唱歌 讲故事 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软乎乎地逗我开心 但我实在笑不出来 因为太疼了 取肾时的剧痛 让我当场昏厥 手术结束后的疼 却让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我不睡 晨晚就一直陪我熬着 有时候我看见他 实在困得受不了 就偷偷拧大腿 让自己清醒 短短几天 他就瘦了五六斤 他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苦 如果是从前的我 肯定会心疼地把他抱进怀里哄 可现在 他只能感动他自己 老公 这是妈天不亮就开始熬的鸡汤 你就尝尝把晨晚卑微地恳求我 是啊 儿子 我跟你爸在锅前守了五六个小时 一步都没敢走开 邻家夫妇眼神殷气地守在一旁 就好像真的在心疼我一样 不用了 我不想喝我冷漠的 无视晨晚递过来的汤勺 他看着我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下来 老公 我求你 喝一口吧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 就算跟我们赌气 你也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啊 事到如今 他竟然还单纯地以为我在赌气 我懒得理他 但他一向固执 非要喂我 最后那碗热汤在我的躲闪下 泼了他一身 林燕 你非要这样对我吗 晨晚瞪着漂亮无辜的大眼睛质问我 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总是逼林大哥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李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他拎着石河坐到我旁边 晨晚的脸色一下变得极其阴沉 这是我们小两口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没资格说三道四 就是 你害了我儿子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赶紧滚出去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晨晚和林家夫妇同仇敌忾 对付李梦 李梦毫不退让 你们在手术前不就把协议书签好了吗 你现在充其量只算一个遭人嫌弃的前妻 还有你们 李梦一指林家夫妇 没听林大哥一直叫你们林红王霞吗 李梦出言讽刺 句句扎心 晨晚也不甘示弱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 当年要不是你贪财 阿燕会受这么多苦吗 我做错事我承认 但你们逼林大哥给林远捐肾也是事实 你们知不知道 他差点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李梦终究没忍住 把那天的情景说了出来 我事后查过林大哥的检查报告 他对麻药根本不过敏 你们难道没想到这种谎话会害死他吗 他现在外表看着没事 但以后什么都不能干 怕是很难偿命啊 李梦大吼道 我 我 晨晚几人脸色惨白地看向我 泪如雨下 这些天的瓶颈终究被打破了 他们大概再也没办法欺骗自己 可以和我和好如初 房间里顿时又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 好烦 老公 对不起 你打我把晨晚抓着我的手 拼命在他脸上拍打 王霞摇晃着要给我跪下 儿子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磕头道歉 我 我可以给你捐肾 让你重新恢复健康 我知道 李梦是在故意刺激他们 想要为我出气 他做到了 但我内心毫无波动 我冷冷看着几人问道 你们这样有意思吗 那天之后 李梦彻底接过了照顾我的任务 晨晚依旧每天带着女儿过来 林家夫妇也会一日三餐的来送饭 但每次他们刚说几句 就要被李梦对走 这下 我耳根子总算清静了 林大哥 他们就是仗着你心软 以为流两滴眼泪就能得到原谅 你可千万不能上当 他倒是表现得比我还生气 好 我知道了 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们 李梦看着松了一口气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继续道 我知道自己没资格说这种话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其实 其实他们每天看过你之后 都会去照顾林远像是怕我不幸似的 李梦掏出手机给我看他拍的视频 画面里 林远一脸苍白 可怜兮兮地躺在病床上 晨晚冷着脸坐在旁边 但为他吃饭的动作却仔细温柔 就连拿着的碗 都跟我这里的一模一样 而那个说 只要我一个爸爸的露露 正轻腻地窝在林远怀里 给他喂糖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 心里毫无感觉 但晨晚来了 他牵着露露的手 林家夫妇 他们全都看到了李梦手机上的画面 一瞬间 几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 就好像做了什么坏事 被我抓包了一样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林远他一个人在这住院很可怜 我只是同情他 所以才 晨晚越说越心虚 越说声音越小 王霞接着说道 阿燕 那些饭都是你不吃剩下的 原本是要扔进垃圾桶 我不想浪费 才给他吃大人会粉饰太平 虚言假语 小孩子不会 露露单纯地说道 妈妈 你在说什么 那汤不是奶奶特意煮给林远爸 叔叔喝的吗 叔叔说以后不用特意给他煮不放浆的鸡汤 他没那么挑剔 林远从小不吃葱姜蒜 所以送来给我的汤里也没有这些调料 所以谁吃谁剩下的 不是很明白吗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见谁 给谁送饭是你们的自由 不用告诉我我是真的不关心 晨晚却急了 林彦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 林远他是对不起你 但他现在是个病人 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是啊 我们到底养了阿远二十几年 难道要在他最脆弱的时候丢下他不管吗 他只是犯了一点小错 你非要这么抓着不放吗 林家夫妇一唱一和 配合默契 最后 反倒搞得好像是我错了一样 我无所谓地拨弄着手机 随口回了句 嗯 没有 可以清晰的游戏音效在病房里响起 我自然地操控着选中的英雄 他们的指责争吵声成了我大杀四方的BGM 但我没想到林远会突然跑过来 然后 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大哥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当时年纪小太害怕了 所以才做了那种事 他跪在地上 使劲抽了自己几个巴掌 那张俊秀的脸很快红了一遍 病房里除了我和李梦 所有人脸上都闪过不忍 露露最直接 他扑过去抱住林远哭喊道 爸爸 爸爸你别打了 露露给你吹吹 然后他护在林远身前 学着他的样子给我磕头 我替我爸爸给你道歉 你别怪他了 不然 不然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林远等他说完 才装模作样地阻止 露露 叔叔告诉过你 不许这么叫 床上躺着的那个才是你爸爸 我不要 我不要他 我只要你 他为什么不死在手术台上 童言无忌 残忍又真实 林远眼里的得意几乎掩藏不住 大哥 露露年纪小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林远继续茶言茶语 事先我并不知道 给我捐身的人是你 如果知道 我就是病死也不会同意的 我已经约了一家国外的医院 等可以坐飞机了 就把肾还给你 大哥 求你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 和爸妈生气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能有这样好的父母 有幸做几年他们的儿子 我就是死也值得了 他假模假样地抹了一把眼泪 林家夫妇就已经哭着过去 抱住了他 儿子 你说什么傻话 你不能把肾还回去 这样你会死的 人家一家哭作一团 情深四海 我的游戏打得风生水起 很快迎来了三连胜 只是 他们似乎也上头了 非常需要我这个观众 陈婉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痛心疾首道 林燕 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 是不是非得让阿元 把这条命赔给你 你才高兴 我无聊地抬眼看他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过去跟他一起哭 然后大度地原谅他 继续看你们一家幸福美满 还是像个小丑一样 对他破口大骂 让你们因此厌恶 更加地怜惜他 陈婉 我累了 我不被不惜扫尸一圈 我跟你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这个肾也是我自愿捐的 我只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们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你们就当我死在手术台上了吧 陈婉不敢置信地抓着我 难道你就不想回家吗 不想 你真的不要我 不要露露 不要爸妈了吗 他又问 我冷淡点头 是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说气话 陈婉又开始自言自语 我无视他的疯狂 继续打我的游戏 他们被李梦赶走之前 我看到林远 向我丢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他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真相曝光又怎么样 他只是掉两滴眼泪 就可以继续 做受人宠爱的林家宝贝 陈婉和林家夫妇 对他的不满只是暂时的 他什么都没有失去 而我依旧一无所有 不过 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我了解林远 就像他每次都能拿捏我的软肋 伤害我一样 这么多年 他把自己包装成了成功人士 但骨子里的卑鄙从未消失 只是隐藏得更深了而已 如果说 这世上还有谁 能让他毫不顾忌地露出真面目 除了我就只有李梦 那是他学生时代求之不得的白月光 是知道他所有龌龊心思的女神 当我提出让李梦帮忙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甚至没问我具体要他帮什么 林大哥 只要能帮到你 让我做任何事都可以 甚至是死 我不想再背负良心地谴责了 我默然点头 时间很快来到了三个月后 这天是林红的生日 我提前在地豪酒店订了一个套房 这里隔音几好 就算客厅里闹翻了天 包房里也是听不见的 我以林远的名义 约了陈婉和林家夫妇庆祝 他们到了之后 李梦就扶着醉醺醺的林远进去了 随即 包间的大屏幕上 开始出现两人的身影 而我则扮成服务生 亲眼看着包间里几人的反应 是爸爸 露露最先开口 她不满地挥着小拳头 爸爸怎么能报别的阿姨 她是妈妈的 晨婉震惊地盯着屏幕 甚至忘了去武露露的嘴 李梦没让我失望 她把林远灌最后 一边应付她的骚扰 一边问着我提前准备好的问题 为什么还要留在林家 林远果然酒后失言 这是她的老毛病了 三年前那事发生后 她就很少喝酒 今天要不是跟李梦在一起 她说什么都不会喝多 当然是为了那对蠢货的遗产啊 他们多好骗 只要我随便哭两声 他们宁愿委屈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不肯让我吃亏 小时候的执笔 衣服 好吃的东西 只要我想要 就都能抢过来 林远那个傻子还天天地地 弟弟的让我捉 你说她是不是有病 林远大概是觉得我废了 所以彻底放飞自我了 李梦只是稍微引导 她就全都交代了 那你不怕被他们发现吗 发现又能怎么样 这些年我把林家夫妇的钱 全都骗光了 我爸妈在城里住别墅 开豪车 他们苦哈哈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去年那老太婆被车撞骨折 其实就是我干的 我嫌她总是去问公司送饭反我 我就让她老实一点 要不是为了她那点退休金 我早就送她们去死了 还有那个陈婉 她是真见啊 我就是在她生病时 说了几句关心的话 她就恨不得对我掏心掏肺 要不是看她工资高能贴补我 我连多看她一眼都觉得恶心 不过她那个女儿 倒是长得挺可爱的 每天看着她 甜甜地叫我爸爸 爸爸 我就想 林远的话没能继续说下去 因为陈婉再也忍不住地冲出去 狠狠一酒瓶 砸在了林远头上 畜生 林远被砸猛了 下意识一巴掌甩了回去 陈婉跌坐在地上 玻璃碎片滑破了她的大腿 露露背下的哇哇大哭 坏人 你打我妈妈 我不要你当我爸爸了 林红和王霞突然知道真相 也气坏了 他们冲上去胡乱抽打林远 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们到底哪对不起你 你这么坑害我们 我为了你 做了那么多伤害我亲儿子的事 我 我打死你 陈婉也因为林远那些龌龊心思 站起来加入战团 三人对着林远大打出手 很快她身上就溅了血 但她毕竟是个男人 林家夫妇最先被打倒在地 带血的牙齿飞到了我脚下 妈的 一个美儿美女的老东西也敢打我 老子今天就把你送到山区养老院 听说里面可幸福得很呢 还有你凌远抓着陈婉的头发 拖着她来到露露面前 老实点嫁给我 看在这小丫头的面子上 我可以让你过几天好日子 否则 有些照片可就要传到网上了 你 你不是人 陈婉满脸是血的大骂 突然 露露看到了墙角落的我 她连滚带爬地跑到我面前 抓着我的腿大哭道 爸爸 爸爸我好害怕 你快抱抱我 一瞬间 陈婉 林家夫妇全都眼神充满希望地看向了我 老公 救我 儿子 快送我去医院 我淡淡地看向他们 走了过去 我走过陈婉 走过林家夫妇 躲开他们身向我 满含期待的手 老公 儿子 我走到李梦身边 扶起他 没事吧 李梦身上衣服凌乱 没受什么伤 只是精神不是很好 我心底突然闪过一丝愧疚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握着我的手道 林大哥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也是我欠你的 我看着眼前女人充满歉疚的眼神 释怀笑道 嗯 我知道 你今天帮了我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不怯我什么了 李梦先是震惊 然后放声大哭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 她险些哭晕过去 直到警察和医生一起闯进包间 控制住了所有人 林远被抓走 晨晚和林家夫妇被抬上担架 出门的饿时候 他们还眼神热切地看着我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阿燕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恍若未闻 配合地去做了笔录 林远当众伤人 有监控 又有目击证人 竟然她事后痛哭 请求原谅 但晨晚和林家夫妇 一口咬死要告她 根本不接受和解 而且 她本就活不久了 林远刚做完手术 还在恢复期 那场混战 让她的伤口崩裂感染 移植的肾脏 很快发生排异反应 她为了保命 不得不摘除了 从我身上夺走的那颗伤 这次 可没好命 再等到一颗肾脏救她了 最终林远因为肾衰竭离世 听说最后 连个给她收拾的人都没有 晨晚到底年轻 伤得也不重 只是被毁容了 她几次前来找我复婚 甚至带着露露 跪在我家门口求我 我一次门都没给她开过 渐渐她不来了 听说疯疯癫癫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至于林家夫妇 林红中风 再也不能骂人 王霞瞎了一只眼 时不时推着林红 来找我道歉 让我回去 甚至学着晨晚的样子 磕头下跪 试图道德绑架我 我把那张断绝关系书 复印了几百份 贴在门口 他们大哭过一场后 再没来过 一年后 林家夫妇双双离世 律师找上我 说他们把所有财产 都留给了我 我看过后一份没留 都给捐了 我不要他们的钱 既然断绝了关系 那就断得干干净净 前前那天 我一个人在外面 走了很久 回到家后 老婆担忧地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 我抚摸着她 微微隆起的肚子 温柔回答 没事 我只是突然觉得 自己很幸福 老婆依偎进我怀里 当然 你有我有宝宝 我们会永远陪着你对 我有家人 他们很爱我 全文完